一是女星聚和拉生前遭到恐怖情人 崔中泛暴力對待 還被威脅要外流心愛影片 讓聚和拉飽受折磨 並重創演藝形象遭到輿論攻擊 雖然聚和拉有試圖告上警察局 為自己討回公道 然而還是在2019年11月選擇親身 永遠離開了大家 南方也在2020年10月因傷害 毆打威脅 並偷拍心愛影片等種種罪名 遭判刑一年有期徒刑 民法賠償的部分則打了近兩年的官司 由於聚和拉的哥哥認為 當時崔中泛威脅散播性愛影片 是讓妹妹走上絕路的關鍵原因 要求賠償韓比一億元 近日法院的判決終於出爐 判賠韓比7800萬給聚和拉的爸爸和哥哥 判決出爐後 粉絲們也紛紛淚崩直呼視遲來的正義 然而再多的賠償也換不回和拉的生命 只希望和拉在天之靈能狂威一點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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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